汤姆猫凌晨三点恐怖事件到底是什么 这个儿童游戏为什么被国外家长纷纷解释 其实在西方凌晨三点中被称作魔鬼事件 据传说凌晨三点是撒旦能力最强的时刻 所以也就有了凌晨三点中的各种武器事件 其中就包括了汤姆猫凌晨三点的恐怖传 据传说到凌晨三点 汤姆猫就会露出真面目 它就不再是那个只会重复你说话的事件了 而是会不把你的问题甚至推了更一件 为了验证这个留言 我鲑鱼罐头都不怕的女人 今天晚上就要挑战凌晨三点打开汤姆猫 看看留言到底是真实的 记得关注像此明星号的频道